这个照片是带了同仁去台积电 去跟他们谈这个人才培育 带着学生到半导体龙头台积电参观厂房 并合作开设相关学程 让同学从实习到入职无缝接轨 北科大积极深耕产学合作 以让他们计下台大成为企业最爱大学生中的季军 工业区去做服务 另外我们引进这个公司到学校里面来做人才培育 台积电参要到我们学校来开课 我们也到他们那边去开课 那充分运用他们的资源 人才培育得跟上产业脚步解决学用落差 也成功让北科大今年上升一名 几近企业爱用的前三名大学 至于榜首还是由成大九度蝉联 而台科大也同样维持亚军的好成绩 2022年成大的教学创新模组 它是领先全国 在研发上面也非常的积极 跟产业现况做结合 不过从排行榜中也可发现 前三名就有两名被科大包办 其他还有高科大 云科大 也挤进前二十 龙华科大更从三四名大要进来到第十六名 杂志调查也发现 学位不再是企业挑选人才的唯一指标 他在选择大学生 毕业生之外 他越来越注重技能而非学位 会要上机时做那种程式课或是AI的课 这样会比较需要用到 我觉得比较看的是学生有没有努力去找学校给的资源 而不是说学校到底给了多少这样 学校尽可能提供资源 但修行还是在个人 享受到企业重用可得靠自己努力 发达新闻需要主张台北搜导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